小男孩突然有了个想法 把众在播放一月的尔曼 放到爸爸最爱的鸟蛋上 结果下一秒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鸟蛋居然破壳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热爱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男孩驾驶朝青型飞机 带领野燕们迁徙的故事 小男孩的名字叫托马斯 父母离婚之后 他便一直跟着母亲生活 但最近母亲的工作很忙 根本就顾不上托马斯 只能暂时把他 叫给自己的前夫照顾 托马斯是一百个不愿意 可是抗议无效 他只能不情愿地坐上车 托马斯的亲生父亲安迪 是一位鸟类研究学家 最近刚好研究出了 适合平为乌种野燕 迁徙的一条安全路线 如果成功的话 会大大提高野燕的数量 可当地的政府并不支持 野燕不是我们首要考量的 尽管如此 安迪也始终没有放弃 他准备复化二十枚野燕弹 并驾驶着飞行器 带领出生后的野燕前席 完成这项伟大的计划 他每天都在为此忙碌着 托马斯刚刚到附近这里 就看见他穿着奇怪的衣服 在草地上面不停地抖动着 托马斯露出嫌弃的表情 而且这里没有WiFi 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 为了鸟蛋不受辐射影响 安迪早就切断所有网络 只有远处的观测塔上有着零星几格的信号 而安迪也穿成这个样子 是为了让出生后的野燕快速地把自己当成同类 和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 这样野燕才会跟着他一起迁袭 前期虽然表示不理解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母亲他们走后 托马斯无聊地待在房间 而父亲一直在外面 忙活着他看不懂的事情 几天过去 托马斯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能上网 不能玩游戏 白天为蚊子 晚上被打架的仓术吵醒 而且这附近还荒芜人烟 他只希望妈妈能早一点来接自己回家 这天他在听音乐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颗鸟蛋动了 他瞬间有了一个想法 把耳麦直接扣在鸟蛋上 结果下一秒 这鸟蛋居然破壳了 他慌忙地找来了爸爸 并忐忑地在一旁道歉着 但是爸爸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说 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野燕 托马斯只好不情不愿地 换上了那身奇怪的衣服 随着几声清脆的叫声 野燕宝宝终于破壳成功了 安迪小心翼翼地捧起他 让托马斯用电子接触 某些鸟类会把第一眼看到的人 当成是自己的父母 这种现象被称为名印 托马斯连忙摆手拒绝 你才是他们的爸爸 托马斯没有再说什么 但亲眼见证新生命的诞生 总会让他的心里有些触动 从这天开始 托马斯不再无所事事 开始关注着剩下的鸟蛋 看着他们从一只 两只 直到二十只都成功破壳 他的心里顿时充满成就感 也主动承包了照顾燕宝宝们的工作 除了每天散步喂食之外 他还要帮助野燕们习惯引擎启动的轰鸣声 这样野燕们才不会害怕 托马斯每天都会训练他们 渐渐地也会和这些野燕产生感情 他会躺在水里面 任由那些野燕们在自己的身上采来采去 那画面竟然分外地和谐 人与自然在此刻完美地融合 依据鸟类的本能 他们天冷时会飞到南方 等天冷时再飞回北方 所以安迪计划先驾车 把野燕们送至北极 然后再驾驶轻行飞机 带领着野燕们一路南下 途中将会穿越北海 丹麦 德国 卢森堡 直到最后回到自己的家 托马斯好奇地询问道 安迪耐心地跟他解释 因为他想把那里当作野燕们的来源地 不是指出生的地方 而是第一次飞翔的地方 是他们以后繁衍的地方 可托马斯还是很好奇 那为什么要绕圈子走呢 比如机场 猎人 光污染 都会危及野燕们的生命 这是最安全的路线 而且野燕们只要飞一次 就会记住这些所有的路程 长此以往的话 野燕的数量就会增加 这一物种也不会灭绝了 托马斯顿时充满了兴趣 他想亲眼目睹 这些野燕们的飞行 爸爸欣然地同意了 等妈妈抽空来看望他时 却惊喜地发现 平时喜欢睡懒觉的儿子 竟然能早起给野燕为食 还会熟练地告诉自己 这些鸟类的生活习性 这是以前都不曾有过的 所以他也同意了 儿子一起去迁徙的计划 只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误准儿子去开飞机 安迪嘴上答应得痛快 可是转头就教了托马斯 很多开飞机的技巧 等一切都准备妥当后 安迪喊上了朋友胡子哥 先是带着长大的野燕们 去鸟类中心接种了疫苗 还在身上植入了小型芯片 接着带上装备 驾驶车辆一路向北 路上途经了很多的国家 风景也特别的美丽 让人忍不住拿出了手机 想留下这些美好的瞬间 经过几天几夜的旅程 他们终于赶到北极地区 只要野燕的雪茧没问题 他们就可以正式起飞了 可这些流程需要八天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安迪当场就不愿意了 一方面他不想等这么久 另一方面 政府并不支持他的计划 所以文件上的账 是安迪自己头摸盖上的 他害怕被检查出来 焦急地等待了十天后 安迪再也受不了了 他又立刻带着野燕出发 于是好不犹豫地打开笼子 让野燕完成第一次飞行 他们就会记住这个地方 接着安迪坐到了飞机上 准备带着这些野燕迁袭 可奇怪的是 这些野燕根本就不理他 而是自顾自地游泳密室 就在安迪思考怎么解决时 工作人员却突然找上了门 野燕的潜流感检验成阳性 不适合被放出来飞行 尽管安迪拼命地解释 那是打疫苗后的正常反应 可工作人员就是不买账 而且他们已经核实过了 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 所以他们要抓走这些野燕 可一旁的托马斯不干了 情急之下 他尝试驾驶轻型飞机 让野燕跟着他离开这里 没想到他真的成功了 看来野燕们是把托马斯 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托马斯驾驶着飞机 带着野燕向远方飞去 躲避着那些人的追捕 安迪焦急的一遍遍大喊 让托马斯赶紧回来 可他却带着野燕越飞越远 托马斯紧张地航行着 而野燕就跟在飞机身旁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看见地上面有一个湖 准备先降落休息一晚 让野燕吃东西补充体力 第二天继续航行 他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把所有电量都留给GPS 然后靠着主边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他是被射利的叫声吵醒 尽管很害怕 但他还是用尽全力 用更大的声音吼了回去 他暂时把射利赶跑了 接着他立马坐上飞机 带领着野燕们离开这里 他上了南下的旅行 而另一边 安迪都快要记忆死了 他不管自己会不会处分 他只想知道儿子的安全 前期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他急匆匆地赶到了北极 上来就生气地质问安迪 安迪只能不停地道歉 他现在没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希望儿子能够平安 可此时的托马斯 却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油箱里的油马上要见底了 他必须得赶快降落 想办法把油箱加满才行 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 女孩得知托马斯的困难后 主动把他带到爸爸的身边 给他的油箱里装满了油 托马斯真诚地和女孩道歉 然后又继续了迁徙之旅 女孩就激动地拿出手机 把这一幕全都拍了下来 并且上传到了网络上面 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同时也吸引到了安迪 他激动地喊着前妻过来 看见托马斯没有出事 他俩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警方也通过技术手段 查到托马斯的大致位置 准备派出人手去拦截他 而安迪见证也拿出地图 带着前妻和胡子哥 打算沿着迁徙路线寻找 然而对于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的托马斯 正在核对接下来的路线 确认好具体的方向之后 托马斯又重新踏上旅行 他们一路越过高山湖泊 穿过险峻峡谷 盘旋在森林的上空 夜焰一直在乖乖地跟着他 但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这天他经过北海的时候 刚刚还晴朗的天气 在顷刻间就布满了乌云 海面翻滚起汹涌的波涛 天地间都被黑色所笼罩 托马斯被飓风吹得上下翻飞 他吓得紧紧抓住了扶手 时不时响起的雷声 也把夜焰吓得四散分离 托马斯见状打起了精神 他带着夜焰艰难地飞行 暴风雨越来越大 托马斯也只能咬牙坚持 在不知道穿过多少云层后 他终于看到了出口 带着夜焰快速地冲过去 来到了安全宽阔的地带 他伸手捞过寿惊的夜焰 把他放在怀中小心暗覆 之后托马斯在附近降落 稍微休息了一晚后 便又继续了南下之旅 他们飞越麦田和湖泊 感受着当地的自然风光 路上还有好心人的帮助 他们送上了食物和汽油 解决了托马斯的燃眉之急 而安迪和前妻也一路南下 追逐着托马斯的步伐 几天时间过去了 安迪终于和儿子会合了 但托马斯却因为脱水晕倒 被紧急地送到了医院里面 可他醒来的第一句话 还是担心那些夜焰的情况 安迪只好遗憾地告诉他 这个项目没有得到批准 他们要剪掉夜焰的羽毛 阻止他们继续地牵挟 否则的话 就要把夜焰关进笼子里 安迪只好无奈地妥协了 而且他也非常的自责 因为自己的计划 让儿子差点丢掉了性命 可托马斯却不愿意放弃 他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他说什么也不愿意放手 妈妈看出了儿子的想法 他纠结了一晚上后 终于决定放手 让托马斯放心地去追梦 等儿子休养好后 秦荣把他送上了飞机 安迪连忙跑过来质问他 你在干什么 你是疯了吗 安迪顿了顿没有说话 而是收拾好装备出发 跟着儿子的脚步一起南下 而托马斯的这个行为 也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引来无数网友们的支持 当托马斯经过的时候 他们纷纷都挥起手 致意 甚至还在麦田上面 拼出托马斯真棒的字样 父母也成功地跟他会合 为托马斯做最坚强的后盾 终于经过几天的奔波 他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托马斯慢慢地关掉了引擎 把自己彻底融入自然当中 这次的飞行也大获成功 他是所有人眼中的英雄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父母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渐渐地开始好转 一家人幸福地拥在一起 可市长依旧非常不支持 他认为这是动物训练 并不是科学实验 如果没有了人类的干预 那些野验们 根本不会回到北极筑巢 这场飞行就是一个笑话 安迪感到非常的生气 但同时也感到一丝不安 最终结果到底如何 还得看那些野验 能不能自己沿着路线回去 六个月之后 安迪他们来到北极 现在是野验筑巢的季节 如果实验成功的话 野验们应该会飞回这里的 可安迪等了好久 却没看到一只野验的身影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却听见托马斯兴奋的声音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每看一次都会被震撼一次 人与自然 爱与永迹 大自然里面永远蕴含着 远生人类失教的影响力量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